我覺得在房間就很舒服了 為什麼還要再出來呢 你都來到這了 幹嘛不逛一下夜市啊 這夜市很有名 是不是也是你談過戀愛的地方 對 其實是蘆洲夜市 以前我老婆還沒結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還是學生的時候 還蠻常來這邊逛的 這邊不是有很多很多的 櫥仔麵店嗎 這個櫥仔麵店我沒有注意耶 我現在要來帶你吃 蘆洲這一代櫥仔麵的始祖 你說是他們發明的嗎 就是他們先開始開第一家 然後現在你看到周邊很多家的 其實都已經算是第一家老闆的 就是他的徒弟們 後來再去開的 你說他已經自己那個 蘆洲市啊 然後很多徒弟 然後就出去開 對 在這裡 嗨 老闆你們好 好 請坐 好 請坐 來到蘆洲必吃的就是小吃 櫥仔麵啊 在蘆洲可以看到好幾間櫥仔麵店 今天來到這間蘆洲夜市內的櫥仔麵店 創辦人據說是在蘆洲賣櫥仔麵的鼻祖喔 阿嬤 來 你好 慢點喔 慢點喔 慢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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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們一起吃好了啦 好... 這個我沒吃過耶 蘆洲的內行人才會吃這個滷麵 你說全台灣只有蘆洲油而已 好香喔 那油麵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那個麵啊 它會吸飽那個湯汁在裡面 很特別 我沒這樣吃過耶 好好吃喔 好吃對不對 可愛的阿嬤其實已經是第三代 相傳過去在煮麵時習慣將七分熟的麵條 和韭菜或豆芽菜放入煮勺子 在沸水中抖動幾下傳出切切切的聲音 這就是櫥仔麵的由來囉 所謂的粉麵就是一半的米粉 一半的青朗麵 蘆洲人才懂得在地吃法 兩種口感一致滿足 我先吃乾麵 好吃嗎 我最喜歡吃這種川的麵 我覺得它麵很特別 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醬油膏跟豬油 就這樣 然後油蔥 簡單的味道就對了 不是 你會覺得很帥 我好喜歡它加了很多那種韭菜喔 我好愛韭菜喔 阿嬤還... 油麵帶有一種人心 我讓你嘗嘗看 手頭 阿嬤真的把我們當自己家人耶 反正沒有要介紹滷肉飯 可是我覺得滷肉飯好像難可以講的 好香喔 這邊聞得到 這個飯好搭喔 那些果凍般的那種肥油 一弄錯之後整個 它都要燉到滷口即化 好 直接在那個飯上面 對啊 好想實體到我家來玩 好 為什麼那麼簡單的一碗麵會那麼好吃 因為油蔥跟豬油 都是店家自製的香氣逼人 越簡單的料理 越能吃出製作的用心啊 滷肉飯也是店裡的人氣餐點 滷肉就像阿嬤說的 滷得軟爛入口即化 實在太美味了 這個滷肉就是我們這家 外面的焦白魚 滷豬油 直接來啦 直接來啦 滴豚喔 對啊 而且它的肥肉很漂亮耶 滴豬油太好吃就對了 豬油要好吃就吃下去了 豬油 飼料 豬油 老酒的口音就不豬了 豬油 我們如果想要幫你豬呢 那要怎麼說 這個豬 加一個豬 除這個豬跟這個擦降器的豬 不一樣 那個豬不是這個豬就對了 所以阿嬤很吃你的笑話 好脆 好好吃喔 吃吃看 而且這個肥肉的地方啊 都不會油膩的感覺 對 這個豬油 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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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阿嬤的口音實在太可愛了 這三層肉用的是本地的黑豬 肥肉的部分呢 軟而不膩 瘦而不柴 非常脆 這個豬肉真的好吃 真心不騙啦 豬血糕很Q喔 這一定超好吃 豬血糕很Q 這個豬肉的台灣狗一樣喔 這個你的頭門跟我歐啦 我切起來 它好彈喔 它甜味啊 它甜味很好吃耶 這個主持人家煮的 吃完會有渣 嘴裡都有一些渣 對耶 我們的豬魚雞 炸豆 因為它是渣奶 炸豆 你吃什麼渣奶喔 我們... 渣奶就是不好啦 不好 這個比lag子 你明 dorm很好吃 這家真的很好吃 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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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爪